好 剛剛就這個步驟 我們需要找好兄弟ADO Connection 1 接著就 white click 做這個 接著就選第二個 Use Connection String 好 先做一做 指著好兄弟認人 三個誰是呢? 按一按下去 看一看旁邊 是不是ADO Connection 1 是的 對啦 你選算對啦 接著指著他 white click 選第一個 Edit Connection String 按鍵 接著有兩個給你選 選第一個 選完第一個之後 理論上呢 在這裡打 command 不過 command 沒可能記得的 那怎麼辦呢? 他就用一些 Visit的方法 逐步逐步教你 所以按個 build 好 接著就看這個 document 好 當你按完那個 build 就已經到這裡了 那個 build 裡面就整個抽的 麻煩你要細心地找 找回這個叫做 Microsoft OLEDB provider for ODBC driver 是要 exactly一樣這個 OK 當大家找的時候 找到的話 找到呀 一找到的話 就按 next 即下一步 接著就不要緊 停一停 你去找啦 當大家找的時候 我又催一下 那些東西是什麼呢 叫做Microsoft 大家認識它 OLE是什麼呢 是的 那些書本 學了呢 不是沒有用的 很有用的 這個叫做 object linking and embedding 那就是說 我們的devile是devile來的 Microsoft access是assess來的 兩個是不同公司的 怎麼能賣 就是專門的一個很厲害 叫做OLE 就是把object linking 或者embedding 那現在它還有一個 linking 還是embedding linking 原來呢 將devile link up to external database 我想問 External database External database 被人拿走了 換了第二個 行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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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寫完那個program 寫完那個devile 拉住這個database 這個database 被人拿走了 換了第二個回來 裡面的table structure 是一模一樣的 行不行 但 大家在你的手機上面 那些apps 其實有database OK 這些database上面的data 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這樣就轉了 轉得 因為這個樣子 在我們的program的層面 是很重要的concept 叫做什麼呢 dataindependency 什麼意思呢 program就program data就data 大家應該分開的 不應該program裡面有data 但是好不容易 大家law form 所有data都在program裡面 明白吧 是不對的 因為當你改過initial data 你必須有source code才能改 但如果我們用這個architecture 你是data和program 是完全分開 所以坊間大家 咦 hack你的系統 hack什麼 hack hack你的data 走都可以 因為data是分得開 分得走的 明白吧 所以原來建基於這個ole 記住odbc 那就是和一些Microsoft 以外物體聯繫的方法 按下一步 按下一步之後 就可以看回這裏 整堆東西 麻煩選擇這個 叫做使用連接子串 OK 好到我了 到我了 找回先 就是這個 按next 跟著選使用連接子串 英文叫做connection string OK 任文跟不上 跟得到 好跟著 選完這個之後 那又怎樣 下方寫了 他說at the top you see tabs 很重要 上面見不見有些tap位 有提供者 有連線 有進階 有全部 OK 原來在這裏面要選什麼 就是select the list OK 選一個叫做machine data source 跟著選了它 OK 看到嗎 然後按個build 這個 一按build 看不見到這個叫machine data source 你選一個machine data source 好 看不見到 看不見到 我回回去 再來個 這裏 你應該是去到connection 選第二個 跟著按個build 跟著tap位裏面會叫做machine data source 按它 停一停在這個位 是不是全部人做到 做到 反應 OK 好 之後那怎樣呢 這個因為你做錯 你是連接不到的 因為有三兄弟 缺一不可 其中一個兄弟做錯事 那就三個死了 好 選了machine 選了machine 選完machine之後 裡面有三個給你選 因為你現在在用assess 那你要選assess 選完assess之後 你就要按什麼呢 就按ok確定 跟著會出到這樣的畫面 好 我們選了 按這個 按完啦 跟著按ok 它就有這樣的lock in name和password 千萬不要打 打了都沒有用 知道為什麼 原來呢 在assess那邊呢 大家是可以加password的 那就是說什麼 當你整完這個系統之後 就怕別人head你的database 麻煩你加密碼 那如果加密碼 別人就開不了 對呀 普通人開不了 誰開到呀 是Defil開到 因為Defil在這個步驟 就記錄了他的密碼 OK 他不會每一次這麼傻子 問你密碼是什麼 那系統會自己有密碼 那你不用 不用這樣怎樣 這只是提醒你的 你可以加密碼下去 那接著怎樣 接著就不理他了 不理他 按Database 按Database 我想問 按Database做什麼 喂 做了這麼大餐東西 你都未問 其實你想想想誰 現在才問 我想問 為什麼問這麼多東西 為什麼要問這麼多東西 剛才 卡這麼多東西 原來他的意思就是什麼 現在你想跟外界連接 用什麼方法連接 噢 他access file 我用access的方法連接 有沒有密碼 沒有密碼 有的話就記住 OK 最後選完之後按OK 好帥喔 看著 一按OK 他又再出來了 再按OK 你看看 看見面好像摺屁一樣 打開了那些東西 一路這樣OK 一路摺回來 接著到這句 這句話 如果 如果 竹田 你超能力的 你有沒有背這句話 這句話 這句話 段古不會背 不過 雖然不背 但原來要明白這句話說什麼 因為 是有人將會在這裡卡住 是的 我解解 有一個叫做 DSN assess database 猜一下 為什麼 是的 原來這個database 用assess的方法去處理 接著它叫dbq 就是qv 有一個叫做d務口 studentdata a就是34 接著這個 是什麼來的 是的 處存的位置 大家猜不猜到 將會發生什麼問題 回到家裡有什麼問題 開不到 為什麼開不到 因為那個path不同 大家有沒有能力改 有 怎麼改 因為回到家模擬學校環境 自己弄回D drive 整個什麼studentdata 跟著A的34 那就天下無敵 如果用手指的同學 供起來 你只需要改一項東西 就是什麼 是的 將學校f drive 改成家裡的d drive 或者g drive 都可以 明白吧 但是慘了 每次改不然 不怕 我們什麼人 我們ICT的專業programmer 有什麼不行 PROGRAM層面解決 這個是很chip的人肉層面的方法 OK 我們有PROGRAM層面解決方法 後面一樣 同一個道理 OK 暫時在學校 你這樣做 是萬事萬靈回到家裡 馬上不行 好 千萬不要按OK 要按第一顆按鈕 哪一顆 看吧 Test connection有什麼用 嘗試一下 可以連接吧 按一按 成不成功啊 成功 那就是什麼 就是成功咯 按 再按 那些抽的 不要背 背了你入青山了 OK 行不行 進去 入可以了 OK 叫個白車載你走 然後再按 OK 是不是做完了 做完一個 三兄弟只做完一個 這一個是最front end的 因為他已經牽著手 牽著了誰 外面那個街的database 然後後面還有兩個兄弟 猜猜他做什麼 這個叫做ADOQE 就是什麼 經常問問題的 問問題的 這個呢 叫做datasource 咦 這兩個什麼兄弟呢 這兩個兄弟呢 原來有些不同的function 我們繼續看 我們已經成功地砌完這個字串 測試成功了 已經完成了第七個 那麼第八個都做完了 好 第九個 第九個了 這個第九個step 我們二十二個 好 下面 connection string的diagram 搞定了 做完了 我們做第十個 第十個是什麼 找個query query 應該這個 我們聽了才做 我們去找query 跟著在裏面 它的properties裏面 就找一個叫connection的property 這裡 然後按個put down menu 選個ADO connection1 做完了 好 做demo 現在要找誰呢 現在要找誰呢 找ADO query那個 然後再找什麼 connection 按一按 跟著呢 按put down 跟著 選connection1 做完 你知道嗎 做什麼 我是一個問題少年 我要問問題 問誰 問外面的database 不過外面的database 不可以直接問 必須有個中介 是誰呢 connection1 所以要問 connection1 會同一個問外面的 明白嗎 所以這個 它的手已經搭了它的肩膀了 已經成功地連接了 明白嗎 我們要明白這個concept 可以告訴你 你只是做一次的 之後不用再做了 ok 因為之後你只是不斷地改 好 到下一個了 第十五個step 就是說什麼 現在選了datasource1 跟著呢 就是選一個dataset 接著要choose什麼呢 ADO query1 ok 好 好 指著它 跟著找什麼 找dataset 跟著選一個poor單 選什麼 QV1 好 又猜一下了 這個concept說什麼 是 我想問這個 軟QV有什麼用呢 為什麼不直接軟 connection1 我是問題少年來的 我專門做什麼的 問問題 問完問題應該做什麼 應該有答案的 答案給誰 給個腦 給個腦 就原來給datasource 明白吧 原來這個人呢 就在外面問問題 問完呢 他就會給datasource 那這個datasource 專責是做什麼呢 喂 問題少年 你問些什麼問題 我嘔出來給你看 這個就叫datasource 明白這個concept ok 好 那三兄弟已經成功地弄完了 那既然成功了 要做什麼 save save all save all save all 再1會怎樣 又是沒有東西看的 正正常常 好 好正常的 還沒有東西看 好 又繼續了 我們已經完成了 第十二個step 好 跟著 沒有東西看不開心 一定要有東西看 看這裏 第十三個step 他說go to data controls 有一個工具裏面 記住 我們要記的東西是 data control 找出tdb grip t很廢的 你其實看內涵就在後面 db為什麼 database grip呢 格仔 這樣的 跟著做什麼 to form1 跟著 它的default的名字叫db grip1 跟著可以改變size 好 來啦 回來 去哪裏找人 記得嗎 data control 好 對 大家的記憶力 短暫記憶都沒有什麼 找誰 金魚有7秒 怎樣 找誰 第一個 jack他出來 跟著擺領位 不夠大拉大他 好 做 好 搞定 我見到各位都搞定了 好繼續 好 拉完又怎樣呢 拉完 不如我們試試溫 大家不用跟我溫 我溫一次給你們看 猜猜會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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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啦 跟剛才一定不一樣 一個這樣的東西 為什麼沒有東西看 都沒有人說要弄些什麼東西在這裏出 當然沒有東西看 所以我要教他 要偷些東西在這裏出來看 OK 我想問 要這裏有偷東西出來看 應該問這三兄弟哪個兄弟 最左邊的兄弟 最左邊的兄弟 就是這個 Database那個source 是不是 其實是對的 不過呢 原來呢 再先進一點 原來呢 剛才這個問問題少年問什麼問題 問題少年問什麼問題 這個問題少年只知道他問題少年 但未知他問什麼問題 那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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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先教問題少年問問題 問完問題 先從外面Database拿些資料回來 給DataSource DataSource再給DbGridDisplay OK 所以這個Logic就是這樣的 那次我們要教他問問題 為什麼教他問問題呢 就已經很快 已經去到第十五個步驟了 我們去回ADOQV1 它裏面有個Property叫SQL 跟著SQL裏面呢 就按鍵 入我們的行業 這麼便宜的東西 叫做Selecting from Table 1 我這個Demo叫做Table 1 你那個應該叫什麼 禁於記憶 Member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S OK 你應該帶他去昨晚 來吧 做Demo 禁於記憶 三兄弟找誰 中間Qui 跟著找什麼 找什麼 找什麼 糟了 忘記了 找SQL 看不到有 喂 怎麼辦 Wisopo 明白 是啊 Database爆開 爆完了之後 看不見SQL 最底 這個 叫做TY string 看到了 跟著按一按它 咦 打東西 打死你了 按這個 沒有沒有沒有 怎樣怎樣 按下去 一按下去 整行 打什麼 我們一生人最便宜的那隻SQL 其實是什麼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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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去那一刻都經常問 大世界還是世界 是沒有所謂 星星 跟著 Fum Fum 什麼 Member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S 好像我沒有打S Member 成功 打完了之後怎麼成功 按OK就可以了 按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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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問你需要Password 不用了 OK 做完了 是嗎 喂 問題先生會問問題 未做完 還差什麼 問完問題 拿到的Data 會放到Data source 跟著呢 跟著應該怎麼做 將Data source的東西 就應該Pass給這個Data DbGrip 它就會在那裏Display 所以現在要做這個Concept OK 所以要做完了 15個做完了 OK 之後呢 我們做這句 這個 做完了 第17了已經 他就說 在ADOQE1裡面 去找一個叫Active的物體 設它做True OK 好 回來 這裡 ADOQE1 找一個物體叫Active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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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要爆開的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寫著Force那裏 要Kick它變什麼 變True OK 原來有什麼用 原來這個就告訴大家 Database有任何Update 就麻煩即時做Update 如果設定了False的話 它永遠停留了剛剛聯繫第一次的狀態 如果設定了Active是True 那它永遠都是True的了 好 繼續 設定了True之後 就到下面了 到下面 到下面呢 我們還欠一個步驟 就是要把它連接到這邊 對呀 我做了傻仔 我做了一個步驟 就是DbGrip那裏 忘記告訴它要連接Database source1 不用怕 這裡可以回頭 在這裡 我們是要選哪個 我們回頭 第十四個step 應該是去DbGrip裏面 找出DataSource OK 而在DataSource裏面 選出DataSource1 好 自己看不看到 這裡 我們在這裡 找出DataSource 看看在哪裏 好 見到 這裡 Database裏面 下面有一個DataSource 跟著按鍵DataSource1 一拍 立即彈出來 有人做不到 記住 試一下 試一下DbGrip1 OK 試一下DbGrip1 裡面找出DataSource 跟著選擇DataSource1 那你就會上面 即時Display 你ViewTime 你的table裏面有的Content 好 停一停